老伯儿 我知道 你在这屋呢 能听见我说话 我呀 现在别提多后悔了 我就不应该跟你去决委会 参加那个退休的还送会 开完会以后 你们那儿的人舍不得你走 非说要一块儿吃顿饭聚一聚 你说我们家老金眼睛不方便 不吃了 我得送他回家 我要是不跟你去 你就跟他们吃饭了 你就不会那么快回家了 也就干不上这档子事了 你呀 其实 胆挺小的 可你怎么 当时就敢抱那个着了火的煤气罐呢 平时你也抱不动啊 对 接到板石出的人 说 你是烈士 是英雄 要给你开追悼会 还让我参加 我不去 我不想让你当英雄 我不想让你当英雄 就想让你当我老伴 我伺候你 你伺候我 咱们过一辈子 你肯定又会说 说我觉悟低 低就低吧 如果你但凡觉悟也低一点的话 咱们俩哪至于这么阴阳亮阁 咱们俩哪至于这么阴阳亮阁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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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墙子妈呀 说话不算坏了 前两天还跟我说呢 让我等着她 她退休了就带着我一起啊 去参加这老年艺术团 这人说没就没了 你说让这老金 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老周 咱俩可说好了 有一天我走到你头了 你可得好好的 不疼 实在不行你就找个人照顾你 只要他对你好 我在地底下我不吃醋 别说那没用的 有用的 没用的 有用 没用的 有用的 有用的 谁走到头了 那是有福气的 两眼一闭 两腿一蹬 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活着的人日子怎么过呀 所以你得把这福气留给我 咱俩啊真要走 先走的也是我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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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先走 这是你的心里话吧 不跟你说 对 媳妇 我错了我错了 我错了我 要走啊 咱俩一起走 持人睡 起床 惊人睡 过来 他怎么忘了 快去祝点 Comme黑 default 你怎么还不起来啊 上学该迟到了 今天不舒服啊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他了 夏天是个乖宝宝对吗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我们再耐心等一下好吗 那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 你要跟他说什么呀 我要跟爸爸说我爱他 哎呀 你看这次那么厉害这是 有逼戏啊 要不咱们报警派所吧 赶紧打电话 别挡了 这多了 这是在这睡一宿啊 这多多少啊这是啊 我又不好说 这打个碰瓷子吗 我也是 行行吧 来来来 行行行 睁眼了 睁眼了 怎么意思 怎么意思 这下说吗这是 这可 这好天啊 这哪儿不是 哎呀 喂呀 就在这儿贴景位置了吗 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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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这儿再敲上去 行吗 来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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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问你啊 你是被媳妇踹了 还是离婚了 哎 这什么意思 早点没嫂喝 知道吗 那边酒 好 您有事啊 就在这儿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想问你个事 您说 你是说后啥喝的 还是酒糟绝喝的 汉衣子还真是没着喝的 这家伙 爸爸 快回来吧 我想你了 爸爸 我爱你 爸爸 快回来吧 我想你了 爸爸 快回来吧 我想你了 爸爸 爸 你这眼睛啊 该拆线了 你说这胃红 都带着医院的医生来了 您不愿意去 人都上门给你拆线了 你就拆了吧 行吗 不拆 叔叔 这线要再不拆 有可能会引起感染 真的会瞎的 瞎就瞎了呗 我特别害怕我的眼睛会瞎了 瞎了就是她的累赘 现在人没了 瞎就瞎吧 卫红啊 哎 替我谢谢大夫 你们都回去吧 这人多 这人多 强子妈嫌闹的光 你们去门外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啊 爸 强子有消息了吗 没有 她走的时候 说什么了没有啊 没有 你就问我吧 赶紧把墙子给我找回来 墙子回来了 我就拆线 不回来 我就瞎了 老爷子怎么样了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也行 这老人家到这把岁数了 是得哄着 得顺着来 不能来赢的 她这么长时间不拆线 眼睛能行吗 我刚才问了一下 还能再顶两天 但是你千万记得 得按时吃香烟药 行 我下午还有台手术 我先撤了啊 行行行 对了 你妈要怎么样了 她这把岁数了 你可得注意这点 有事随时找我 行 我先撤了 你赶紧回去吧 麻烦了啊 这事搁谁也受不了 别说了 墙子来了 墙子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研研啊 要化悲痛为力量啊 金大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你们说这炸五娘把亲妈炸死去 这事搁谁也受不了 这事搁谁也受不了 爸爸我想你 我也想你 爸爸你怎么了 怎么不回家呀 爸爸没有妈妈 为什么儿 这事搁谁有机会儿呢 告诉我咱们 墙子 好多天了 你搁哪儿去了 你们娘俩呀 你不告诉我一下吧 出去玩去了 旅游去了 那边好玩吗 你跟你妈说一声 我不跟她计较 她是我姐 强子 跟你妈说 她不想家呀 妈溜回来 天凉了 告诉她 我想她 听见没 这孩子呢 不说话呀呢 不说话呀 一个妈的面 救了另一个妈的面 都是妈 可是我妈没了 其实这些天 我一直都在想 人和人之间 不管是亲人 还是爱人 远近远散 其实都是命 都一样 咱俩都认识到现在 都这么多年了 本来想着夫妻同心 扶老挟幼 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到现在 我还没孝敬过 我妈一天 小时候 他给我买什么我都想 等我长大了能赚钱了 我给他买什么他都哭 我没有真正 让他想过一天扶他就没了 我也不是没想过 迟早的要这么一天 可是我没想到 这一天会是这样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路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那这胡歌板干什么 这许伟东啊 来家里两回了 说让我拿着这户口本 去派出所 把你妈的户口给削了 那哪成啊 把户口削了 我上哪儿找他去 你 是不是要跟婉儿离婚呢 我可告诉你说啊 我不同意 你妈活着的时候说过 你们俩这个婚到什么时候也不能离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你要敢离婚 我就不拆线 你要是不离 我现在就去拆线 走 我拆线去 不拆劲啊 嗯 慢一个 门槛啊 嗯 如果一会儿拆完线 说手术失败了 怎么办呢 那我就带你去更好的医院 如果更好的医院 也治不了我瞎了 怎么办 那我就把我的眼睛换给你了 老周我真是受不了了 自打强子妈走了以后 在这个小院进进出出 我就跟做贼似的 我就怕碰见老金 虽说他眼睛蒙着看不见我 可是看见他那样 我这心里头更难受啊 你看见没有 强子妈那天出病 你看孩子都成什么样了 跟丢了魂似的 从这儿以后 这孩子就没回来过 我问晚上他们俩怎么样了 不说呀 你说我就担心呢 你就别再弄出别的什么事来 我这妹妹我真服了她 不是 人命关天呀 咱俩怎么面对老金跟强子呀 强子不回来 是不愿意面对你妹妹 你说这样下去时间长了 这俩孩子不得真离了呀 还真是 不过来 蛇 不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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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дאע 是 可能就没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王尔 你跟舅妈说实话 你跟强子是怎么谈的 你干吗要搬出去还要带着你妈 强子到底说什么了 不管强子说什么都是对的 只要我妈在这院里待一天 强子就不会回这个家的 我妈已经闯了这么大的祸了 我总不能让强子有家不能回吧 我妈这病啊 以后越来越严重了 你说她下回 再闯点什么祸 你们二老岁数也大了 总不能一直 让你们照顾下去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什么走一步看一步 你带着你妈寸步难行 我不知道强子说了什么 你别往心里去 就她现在这种状态 肯定还没缓过神来呢 等她缓过神来 你们的日子还能好好过 再说了 你要走了 老金怎么办 肯定没妈买得合脚 你试试 不合适我再给你换一件 挺合适的 挺合适的 合适啊 这鞋不那么硬啊 挺软和的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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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个老话说啊 不能送人家鞋 我给你一块钱送上我买的 才给一块啊 两块 拿着 拿着 按规矩 按规矩 行 你这个呀 爸 到冬天了 你垫霜 鞋垫的 我都给你买新的了 在柜子里放着啊 嗯 嗯 伯儿 纯金的 耳钉 我给你妈结婚那时候啊 我也没给她买过什么东西 后来日子呢 就稍微好了一点 单位还有奖金了 我没给女同志买过东西 问我们单位的大姐 那大姐说 您上菜摆那儿的东西好 一会儿我就去了 到菜摆一看 好家伙 我这点奖金 就够买这么一副小耳钉的 就这个 拿回来 你妈还跟我一通了急 说你这是 过日子呀 还是败家呀 赶紧拿回去给我退了去 我跟她说 发票丢了 退不了 这么着才算是留下了 你呢 要喜欢你就留着 你要觉得这样式太老 你就给夏天 让夏天说好了 算她奶奶给她一念想 这些待会儿我收起来 我上回嘱咐你 那些衣服放哪儿 你还记得吧 什么呀 红衣服 在柜子里 我给你拿出来了 薄子在你箱子里 是吧 你问我记着 你要是眼睛不舒服了 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把药送过来 你要干吗去啊 我要走了 去哪儿啊 我跟夏天和我妈搬出去住 不是 为什么呀 不是 这 这强子答应我了不跟你离婚哪 我这我才弄得这眼睛 这孩子怎么说话不说话呀 你去把强子给我叫来 我当面问他 爸 你先别生气 别生气 不是强子想理 不是 那你为什么呀 你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心气挺好的 他还想去闯一闯呢 就有的时候 我把他可能就是命 自打遇见强子了 人生就改变了 就想踏踏实实过个日子 也让你和我妈安享晚年 夏天呢 开开心心也长大 是 妈 虽然我跟强子吵完闹啊 自打我过门那天气 我脑子里面就没有离婚这个年限 是 我们俩分开 并不代表我不在乎了 我不爱了 恰恰就是因为我太在乎太爱 所以我才知道他心里面有多难受 我看见他 我也能想到吗 我的这种愧疚 我没有办法说出来 就是因为 我不想看着他再这么难受下去了 这样子 我们两个人生子怎么过呀 这个 老的走了 那是已经走了 没办法 你们俩呢 总得顾忌小的吧 你们俩现在也是做爹妈的人了 你也得心疼你们自己的孩子 夏天已经没了奶奶了 你妈想让他缺爹少妈呀 爸 我跟乔子离婚 我跟乔子离婚 乔子永远都是夏天的爸爸 闺女求你了 就答应我们离婚吧 原谅我这个儿心了 好不好 我跟乔子离婚 我们这儿一人都 tenth of a bear 都双眼熟了 了 真烫 陪恁 我 都没有办法 我 没有办法 你 咱俩这婚离归离 但这房子该住你住你的 钱给你们 我可以竞身出户 但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夏天这抚养权 你就别跟我争了行吗 我不同意 房子我可以不住 千万一分不要 但是夏天是我事业 坏胎生下来的 我是她的母亲 不管这抚养权在谁手里 夏天她永远是我们俩的孩子 抚养权就是得在我手里 怎么了 夏天 怎么不睡觉啊 我睡不着 怎么睡不着呢 我想跟爸爸睡 爸爸今天有事啊 你就跟旧姥姥 旧姥爷一起睡 好吧 爸爸说她没妈妈了 我不会没妈妈了 不会 不会啊 不瞎想 来 睡我们中间 来 真乖 快睡啊 明天还要上学呢 您这儿吃的什么药啊 怎么还睡不着觉了 这种药你少吃啊 我觉得这药不错 我只要一吃啊 我就能睡得特别好 我一睡着喽啊 我就能梦见你妈 你说我这个梦也齐了惯 怎么跟连续句似的 都能连得上 好 前几天我弄见你 上初中那时候 不听话 然后你妈就说让我揍你 我刚要揍你 醒了 你说我这个 之前啊 哎呀 哎呀 这眼睛蒙着的时候 耳朵特别灵 老能听见你妈跟我说话 昨天 你妈就在我耳朵边上穴道 他说 这两口子过日子呀 有时候就跟坐公交车似的 想着两个人能够一起坐到终点站吧 哎 他有一个就 饭道先下了车了 他说 这回他先下车了 说让我 一定得坐到终点站 他在那等我 我就老想 人甭管遇见了什么事 只要是你过了这个坎儿 那都不算事 最多算是个故事吧 好 东西都带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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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呢 我 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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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口子一大清早 办离婚去了 真去了 你说这俩孩子 就是怎么劝都不成啊 拦不住啊 强子不是见不了娃儿他妈吗 你别说强子见不了了 我见着他心里也变得了 我呢 昨天晚上琢磨了半宿 今天来知会儿为医生 咱们这街道啊 不是有一个养老院吗 打听了还不错 里边住的差不多都是咱们这岁数的老头老太太 能动魂的呢 就一块下下棋啊 看看电视啊 不能动的呢 有大夫 护士见天伺候着 我决定了 我今儿就去那儿住 你去养老院了 我们怎么办了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们呢 隔三差五的想起来就去看看我 要是忙呢 不看也行 反正老金家 在幸福里休矣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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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你啊 你这哪还哪儿啊 就进养养院 你真走了我连个下棋的伴儿都没有了 这一块住这么多年了 你说院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再有了 这墙子是见不了碗的吗 去养老院的 应该是我妹妹 没有 那合适吗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人家有大夫护士 人家照顾得多好啊 你说这么多年了 我们两口子一直照顾我妹妹 我们都快累得吐血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我这 我还是怕闹埋怨 您是怕晚上说事 我去跟晚上说去 不是 那这事 咱跟那俩孩子怎么说呢 就跟他们说 我妹妹丢了 丢了 不是 那能成吗 你说丢了 那俩孩子不得急疯了 只要他们俩不离婚 咱们呀 先给他搁到养老院 等过着这劲儿了 要在这儿待得好 就让他在那儿待着 待他不好在那儿 再给他接回来呀 这 业业事就是 这叫丢足宝居 唯卫救赵 孙子冰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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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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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放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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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走 走 走 孙子冰烦 您这是干吗去啊 这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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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还有什么直系亲属吗 没有 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您二位可得说实话 要不我们愿可不收他 那个 你大爷是被气的 他有 他有个儿子 常年在外面做生意 根本回不来 他见不着人 只会给老娘往里头寄钱 我都训他了 我说那有你这么孝顺老人的吗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真是太不容易 真是 您就收了吧 行 那这样吧 那我们愿就收了 秦大爷 我们隔点这段时间 一直在择司呢 直到消息 我们俩就立马飞回来了 可还是回来罢了 这是 我们俩小的一点心意 你一定拿着 就职位 对的 我从我都变成长大意 在这儿才能够做到 我说我都说我 其实我们需要 好 太难了 我自己是 人呐 早晚得有这么一天 你金大妈呢走得光荣 虽然临走之前受了两天罪 但是她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可惜啊 她的愿望很难实现了 金大爷 我们哥俩从小到大 嘴上天天说 金大爷金大妈就是我们俩亲爸亲爸 是是是 金大妈有什么愿望没实现呢 你跟我们俩说 我们俩办 强子跟婉儿要离婚了 你大妈临走的时候啊 千叮叮万嘱咐说这个婚不能离 不是 金大爷 他们俩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离啊 你金大妈呀 是为了救婉儿她妈 才出了这么大事 不是 强子心里都 心里都别扭 别说她了 我心里都别扭 你们哥俩回头见着强子 看看能不能帮我劝劝她 金大爷 你跟我们俩说 怎么办 我们院里啊 白天晚上都有人值班 这护士跟大夫都是三班倒 十五分钟查一次房 您就放心吧 好好好 对了 她这自己能吃吗 能能能 能吃着呢一顿一大碗 吃得可香了 那就好 那大小便呢 那这这真的需要人帮忙呢 行 那我备注一下 那你们准备住多长时间啊 三天 三天 三天怎么住啊 不是 你们这不是有试注吗 我们就先试三天 看她适应不适应 行 那就三天 我给你们办手续去 太好了 谢谢您啊 没事 没事 给您添麻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看 好好的啊 别怨我们啊 我和你哥也实在是没辙 不就是怕那俩孩子离婚吗 在这儿乖乖地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听见没有 这回东西都带齐了吧 都带齐了 别的事呢 都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 要不再商量商量 我给你调节调节 阿姨 谢谢您 我们不需要调节 喂 强子 你妈她丢了 你赶紧回来 她丢了找不着了 你妈找不着了 喂